另外县议员哈尼加兆则是表示 幼稚太多农民只能够去化丢弃 却看不到农业处积极的辅导作为 另外也针对了联合丰年节的名称 是否要重新命名 朝向国际观光理念来讨论 希望县府能够把人们的需求一一的来解决 今年风灾并没有影响到幼稚的采收量 由于产量相当大 造成供需不平衡 由此去化丢弃的寝室发生 先以哈尼加兆并且向农发出提出执行 需要拿出办法来帮助幼农我们转型或是加工 同时也提出不采收补助方案来建议 今天主要是针对我们瑞税的幼农 因为今年我们文旦产销 受到滞销影响 受到很多的因素 我们很多幼农的文旦都自销了 也希望我们农村单位在今天含义的咨询之后 能真正的来去关心我们瑞税的幼农 让他们知道原因在哪里 那我们来处理这样的问题 然后把问题在明年不要再度发生 金正花有留花补助 那我也建议希望我们文旦也有不采收补助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产量真的是过剩 那我们也希望政府单位 这边也可以来用这样的方式 看看能不能去把我们的文旦的产值再高一点 那我们不采收补助呢 这个必须要还是要大家来坐下来研议一下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最好 另外针对联合风年节的名称 可以说是大家讨论的议题 是否草厢难道的故乡理念 让大家讨论票选来命名 桃园市也有办联合风年节 那我想其实风年节和风年季 它真的是一字之差 如果你念错了那就真的差很大 那哈尼也是建议希望我们 省府可以把联合风年节这个活动名称 可以改为就是比较国际性一点的 比如南岛国际乐舞文化节之类的 那这个部分也希望说我们省府单位 这边都可以来去讨论看看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花联的活动 是越办越好越国际越好 因为法力法力音乐节 其实已经办了就今年是第五届了 那哈尼这边也非常的期盼 就是明年的法力法力 可以有一个创作的比赛 可以把东西留在音乐节里面 那让我们音乐人 是过去是真的是把东西带过去的 那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南区 有一个真正属于我们花联的一个音乐节 让我们花联的音乐风气 甚至可以跟台东一样 哈尼刚才表示针对幼稚的问题 希望省府能够好好思考如何辅导农民 如何转型 进行以后邀请楼发出来 所以想听听农民的心声 大家一起来讨论 希望今年的幼稚问题 明年不要再发生了 记得中意 欢迎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